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新闻概述 涵带了政治金融市场以及文化产业的最新动态 首先让我们看看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换 美国总统拜登正拖的方式进行 美国总统拜登正通过行政命令实践竞选承诺 同时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在持续升温 中方对俄罗斯提供的支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而美国则在加强与日本和菲律宾的联盟关系 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 美国股市在周五遭遇了一次明显的下滑 这主要是由于投资者对即将到来的财报季节感到不安 各企股的下跌引领了市场的整体走低 而银行业的表现不佳以及对通胀的担忧也加剧了市场的波动 这一切都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 最后我们来看看文化产业的一模亮色 在伦敦 一位地球仪制造商通过其精湛的手艺和对地球的热爱 让这个古老的导航工具重新焕发了光彩 他的地球仪不仅是艺术品 也是教育工具 同时还体现了政治和地理的复杂性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了 在数字化时代 传统工艺和对知识的渴望 仍然拥有他们独特的价值和魅力 这些故事展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和复杂 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的斗争 进入市场的起伏 还是文化产业的创新 都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多变的世界 带给我们的无限可能 在当今政治风云变换的世界舞台上 各国领导人正通过一系列行动 来实现其政策目标和应对国际挑战 从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者 利用行政权力兑现竞选承诺 到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持 再到美国与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挥晤 这些事件都凸显了全球政治动态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中国外交部宣布 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德国总理舒尔茨奥总则部 4月14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外交部发言人通通的方式进行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12日主持例行记者会时介绍 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与他会见 令金主席将与他会见 李强总理将同他会谈 就双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据悉这是舒尔茨就任德国总理以来 第二次访华 第一次访华是在2022年11月 法新社报道称舒尔茨此行还将前往重庆和上海 他将与德国企业高层举行会谈 并在上海一所大学发表演讲 据美国之音报道 陪同舒尔茨访华的有三名内阁部长 以及德国顶级企业的高层 包括由西门子拜尔平治 宝马和蒂森克 鲁博 戴萨斯克等公司老板 路透社援引德国柏林莫卡托基监会的中国问题 研究所负责人胡密扣密口胡查尔 以重新接触和稳定关系之旅 他敦促舒尔茨强调德国在欧盟内发挥特殊作用 不希望布鲁萨在贸易争端中采取强硬行动 根据同国书伦伯格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正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其竞选承诺 定在2024年选举前解决关键问题 尽管这些行动可能会面临法律挑战 但拜登本周采取了措施 旨在宽免更多学生贷款债务 并关闭枪支销售的枪展漏洞 他还考虑发布行政命令加强边境安全 这些措施旨在吸引民主党的基本选民 特别是对拜登感到沮丧的年轻选民 然而学生贷款宽免和枪支管制措施 很可能面临法律挑战 同时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西安南的报道 中国正在为俄罗斯提供重要支持 帮助其扩大武器制造能力以应对乌克兰战争的持续 根据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的说法 这些支持包括机械无人机和涡轮喷射引擎 以及巡航导弹 微电子和消化纤维素技术 后者被俄罗斯用于制造武器的推进技 中国的这一行为支持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同时乌克兰则面临装备和武器短缺的困境 美国官员正在努力说服中国停止对俄罗斯的援助 尽管中国并未提供致命武器 在与中国关系日益竞争的背景下 根据南华早报Self China Morning Post的报道 美国表示中国没有理由将美国、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的三方峰会视为威胁 这次峰会旨在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 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探索共同机遇 美国一直在努力建立一个具有相互防御协议的盟友网络 以应对其认为来自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的日益增长了威胁 中国则反对这些努力称当为封锁对抗的排他性集团 这些事件共同描绘了一幅全球政治格局正在迅速变化的图景 各国领导人正通过不同的策略和行动来应对内部和国际的挑战 无论是通过行政命令实现政策目标 还是通过国际合作和战略联盟来强化地区安全 这些动作都凸显了当前全球政治动态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 世界将继续关注这些领导人如何导航这个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 在最近的金融市场动态中股市的表现引起了投资者的高度关注 根据亚科医务的写的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五遭遇了一次明显的下滑 这主要是由于投资者对于即将到来的财报季节感到不安 在这一天中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6% 标准托尔500指数下跌了1%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下跌了1.2% 这一下跌趋势的背后 这一下跌趋势的背后 现银行业表现不佳以及对通胀的担忧 即便是摩根大通在其利润超出预期的情况下 股价仍然下跌 这是因为该公司的习以一欧杰米戴蒙 提出了通胀压力和联邦储备政策的担忧 此外富国银行花旗集团和黑石集团 都在其惨度在其财报公布后出现了股价下跌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联社揭露了一项美国情报发现 指出中国正在向俄罗斯大量销售机械工具 微电子产品等技术 以助力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努力 俄罗斯在乌克兰南的战争努力 2023年最后一季度来自中国的微电子产品 占俄罗斯进口的90% 而机械工具进口则达到了7亿美元 中俄两国的实体还在合作生产无人机 而且中国很可能正在为俄罗斯提供 制造武器推进器所需的消化纤维 这一行为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而在文化产业的一个角落 南华早报带来了一个 关于地球仪制造的有趣故事 位于伦敦的地球仪制造商 彼得·贝勒比·皮特·保维比认为 原来对于找到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渴望 使得地球仪得以持续受到喜爱 他于2008年冲出的熟食季节 他于2008年创立了自己的公司 如今公司又良达了艺术家 制图师和木工 贝勒比认为地球仪远不只是一种导航工具 他们将人们与这个星球连接起来 然而制作地球仪也是一个政治雷区 因为没有国际标准来绘制地球 而且如果国家的领土没有被正确描绘 可能会引起不满 贝勒比的公司将有正义的边界标记为有正义的 我们不能改编或冲写历史 他说地球仪的价格不非 贝勒比的地球仪价格 从1300英镑的最小型号 到近66000英镑的最小型号 到近66000英镑的50英寸丘吉尔型号不等 贝勒比表示 他的地球仪被家庭企业和国家元首 以及私人收藏家和电影制作人购买 地球仪也受到富人的侵畏 比如德国工具和五金公司董事长 莱因霍尔特·莱恩托·WB的家人 就在他83岁生日时 为他购买了一个丘吉尔地球仪 这些故事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前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无论是在金融市场的波动 国际政治的紧张局势 还是在文化产品的制作和销售中 都能看到人类社会的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 在一个世界充满了色彩斑斓的故事和令人深思的决定 我们发现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报道 它们不仅展示了人性的多面性 还激使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各种元素 从澳大利亚的商业兄弟对赌场业务的道德立场 到时尚与美容界的创新者分享它的必备清单 再到美国政府在无政府在无证监事上的争议决策 这些故事交织出一个复杂 却引人深思的世界图景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报道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 讲述了Brandon和Margilly两位澳大利亚商人 如何因为道德上的反对而决定关闭它们 在瓦努阿图伊里里基岛上新购买的制务赌场 它们不仅仅是关闭了赌场 还将其转变成了一个名为Blueer共的贵异中心 尽管岛上最近开设了另一家赌场 引发了人们对赌博对国家人民影响的担忧 但DV兄弟表示赌场在耶稣受难日之前关闭 这对瓦努阿图的人民来说是一种祝福 这个故事不仅仅是关于商业的决策 更是关于道德和责任感如何在商业行为中 发挥作用的生动力震 在时尚与美容的领域 Yahoo!USA的故事 这位前名人造型师 已经成为社交媒体上的时尚与美容创造力量 拥有Instagram上150万粉丝 Tiktok上250万粉丝 以及YouTube上超过70万粉丝 作为香水品牌Fear的所有者和创意总监 Len专注于为2024年引入更多的香水和类别 气味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体验 我们解释到 当你找到一个适合你心情的香味时 它可以在内部激活许多不同的元素来启发和激励 它可以改变你的情绪和能量 当你的香味恰到好处时进行 对你的香味恰到好处时 你可以征服任何世界 这个故事不仅展示了个人品牌的力量 也激使了时尚与美容 如何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而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 雅河EOS报道了美国国会延长了一个允许当局在危险获得令状的情况下 监控大量电子通信的监视计划 这项决策受到了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批评 他们认为它侵犯了隐私权和公民自由 根据重新授权的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 如果美国公民与国外人士有联系 他们的通信就可以被当局获取 就可以被当局获取 这个故事抛出了一个关于安全与自由之间平衡的重要讨论 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同时 如何保障个人的隐私权利 这些故事虽然各自独立 却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道德创新和自由的讨论 它们让我们思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全球舞台上 我们如何做出既符合道德又能促进创新 同时又不牺牲基本自由的决策 这是一个复杂的平衡行为 但制作决策不断推动我们前进 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 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也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R Brief Up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